首次飞行 DJI FPV飞行器介绍 打开SD卡卡槽盖 安装SD卡 取下云台保护罩 正确安装蒋页 确保蒋页安装牢固 蒋页卡扣对准蒋座凹槽 向下按压并旋转电机 即可装好蒋页 将电池安装至飞行器 确保电池卡扣及电源接口安装到位 飞行眼镜介绍 飞行眼镜的正面有四个可更换天线 保证全方位的信号收发 安装时需将天线旋拧至最紧状态 在右侧上方分别有录像键 返回键和五维按键 按下五维按键 可在飞行眼镜显示屏上铺出菜单 并用于确认选项 前推为上一个 后推为下一个 左推为左移 右推为右移 在右侧分别有对屏键 电源接口及3.5mm接口 左侧有MicroSD卡槽和USB-C接口 USB-C接口可使用OTG线连接手机 正下方为同距调节滑块 左右波动滑块可调节瞳孔间距 您也可以根据您的视力情况安装近视矫正镜片 遥控器介绍 遥控器下方正中间的USB-C接口可用于给遥控器充电 也可用于连接调餐进行固件升级 手柄的左右两侧是摇杆收纳槽 遥控器正面从左到右依次为 自定义按键 挂绳孔 电源按键 短按一次电源按键 可查看遥控器当前电量 短按一次再长按约2秒 可开启或关闭遥控器 遥控器顶部为遥控器的天线 在飞行过程中请抬起遥控器天线 以获得更好的信号 遥控器顶部左侧 依次为 急停 智能返航按键 飞行档位切换开关 云台抚养控制波轮 短按一次急停 返航按键 飞行器可执行紧急杀停 长按约2秒 飞行器将执行智能返航 档位切换开关有三个档位 N档 普通档 S档 运动档 M档 手动档 左右波动云台抚养控制波轮 可以任意调节云台的抚养角度 遥控器顶部右侧 依次为 自定义切换开关 拍摄按键 Start或Stop按钮 自定义切换开关 默认设置为 控制云台向上 回中 向下运动 此外 您可以自定义设置按键功能 眼镜界面 设置 操控 遥控器设置 短按一次拍摄按键 可进行拍照或录像 长按 切换拍照或录像模式 起飞准备 起飞前 请选择无障碍 无遮挡的开阔环境 先检查智能飞行电池电量 将飞行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 注意 将机尾朝向自己 开机 检查遥控器电量 开机 并将遥控器飞行档位 切换至N档 检查飞行眼镜电池电量 连接开机 调整头戴至舒适位置 左右波动铜锯调节滑块 确保飞行眼镜内画面清晰 检查眼镜飞行界面 确认无异常提示 且GPS信号良好 内巴打杆启动电机 向上轻推左边的摇杆 即可实现起飞 返航点将会在起飞后刷新 请记住您的返航点位置 操作介绍 以美国手为例 N档模式下 遥控器左边的摇杆 用于控制飞行高度与机头朝向 右边的摇杆 用于控制飞行器前进 后退 以及左右飞行 在右摇杆控制飞行器前进的同时 您可以对左摇杆进行左右打杆 控制飞机 协同转弯 默认模式下 当飞行器前方或者下方 检测到障碍物时 飞行器会减速 但不会自动刹停 您可以在减速过程中 手动控制飞行器 刹停或绕开障碍物 将飞行档位开关 切换至S档 遥控器摇杆的操作逻辑 与N档一致 飞行器的最大速度 可达27米每秒 此时 飞行器遇到障碍物不避障 且限速功能不再生效 此外 S档新增定速巡航功能 飞行过程中 单击一次 Start或Stop按钮 可进入定速巡航 再次单击 可以退出定速巡航 进入定速巡航后 飞机无需打杆 即可保持当前速度向前飞行 你也可以控制右摇杆 前后移动 控制飞行器进行加速 减速 对于想进入M档体验特技飞行的玩家 请先观看M档首次飞行 及模拟器训练教学视频 并在大疆虚拟飞行APP上 进行充分的练习 再尝试真机体验 注意 在任何飞行模式下 如遇到紧急情况 可以短按急停按键 进行紧急避险 此时飞行器将立即刹车并悬停 返航降落 长按遥控器急停或智能返航按键 飞行器将会执行自动返航 返航过程中 请将飞行器档位切至N档 并时刻留意飞行界面返航点的位置 将落实 请提前观察周围环境 同时由于GPS定位精度限制 降落位置和起飞位置可能存在偏差 自动返航过程中 单击智能返航按键 可以取消返航 注意 为了避免电机温度过高造成烫伤 飞行器降落后 切勿马上拆卸奖页 安全注意事项 当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不顺丢失时 如果仍有涂船画面 可以进入找飞机页面 结合实施涂船画面和闪灯鸣叫 定位飞行器位置 如果无涂船画面 可根据找飞机页面中的坐标位置 及最新一条飞行记录上的最后坐标位置 进行查找 感谢观看DJI FPV首次飞行教学视频 祝您飞行愉快